大家好,杨风 市局变化快 美国政坛的变化更快 7月13号,特朗普遇刺 7月21号,拜登宣布参选 紧接着,乌克兰外长立即访华 于7月23号到26号对华访问四天 一国外交部长访问他国四天 要待四天,这不寻常 必然是商讨重要大事 有很多的东西要谈 而且,事情还可能不好解决 需要时间消化沟通 那么,是什么大事呢? 拜登宣布退选后的第二天 中国外交部宣布 乌克兰外长应中国的邀请 将于7月23号到26号访华四天 应中国的邀请 这句外交辞令就有学问了 之前,美方大员,包括拜登总统 多次想来中国访问 或是同中国举行电话会议 和中国沟通 但北京的兴趣不是很大 但又不好意思服了美国的面子 于是呢,北京方面会说 应美方的要求 或是应美方的邀约 这次乌克兰外长来华 北京用同样的外交辞令 中国邀请乌克兰外长来华访问 乌克兰可不是什么大国 中国外交部如此隆重介绍 乌克兰外长来访 可说是给出了乌克兰面子 不要忘了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外长 在这之前的态度都相当的巨傲 乌克兰冲突爆发之初 中国大陆向乌克兰援助一批 人道主义物资 有头盔、药品、棉被等 但是乌克兰不稀罕 当时的乌克兰外长说 乌克兰需要的不是这些东西 而是武器弹药 之后,泽连斯基也曾经速度批评北京 向俄罗斯提供援助等 欧冲突之前 乌克兰人口不过是4300万 面积60万平方公里 冲突爆发后的人口和面积当然缩小了 但泽连斯基在美国和欧洲国家的触涌之下 心态过于膨胀 竟然三番两次的 甩给中国人言人语 再看看前面说的时机 拜登一宣布退选 乌克兰外长立马赶来北京 逐渐这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特地派遣他来 可以视为泽连斯基的特使 泽连斯基再怎么缺乏政治解决 这时候也不得不警惕起来 泽连斯基固然昏庸 顶着乌克兰国家残败 人民牺牺牲流血的风险 跟俄罗斯硬干到底 但是他不傻 明白得很 泽连斯基最大的靠山是美国 拜登是他最大的支持力量 拜登的儿子 韩特拜登 跟乌克兰有生意往来 还被美国司法部和国会共和党人 特别立案调查 泽连斯基非常清楚 一旦拜登倒台之后 他的靠山就没了 并且 特朗普曾经扬言 如果他是总统 会在24小时之内 解决而无冲突 特朗普遇刺 声势更胜于钱 拜登又宣布退选 这些变化 让泽连斯基胆战心惊 因此 泽连斯基必须要位与重谋 就算不为国家着想 也要为他自己卸任后的安排 着想 一旦俄冲突结束 泽连斯基很可能会被清算 清算他 盲从美西方国家的决策 和俄罗斯硬刚到底 乌克兰那些伤亡士兵的家属们 更不会轻易放过他 这场冲突结束后 泽连斯基的命运难料 历史上被清算的政治领袖 还少吗 泽连斯基现在好比是 摆在了砧板上的鱼肉 等着让人宰割 欧冲突已经持续两年半了 乌克兰始终无法摆脱战场上的颓势 就算泽连斯基想要和谈 美国和北约的欧洲国家也不会同意 尤其是美国更不会同意 拜登政府也不会同意 现在摆在乌克兰眼前的命运和选择是什么呢 一 继续打下去 且不说美国和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越来越少 越来越无济于事 就算美西方国家能够提供的援助及时到位 但乌克兰现在的情况是 士兵越打越少 征兵越来越困难 新兵的年纪也越来越小 能够从事农田工作 生产的人也越来越少 为什么 因为泽连斯基从来没有想通一个问题 乌克兰对抗的是像俄罗斯这样的超大国家 他得要带领乌克兰 同俄罗斯如此超大国家 进行战争 比拼能力物力 泽连斯基听信美西方的话 美西方告诉他 凭着美国加上欧洲盟国的经济规模 是俄罗斯的几十倍 工业规模是俄罗斯的十倍以上 在北约的支持下 俄罗斯不可能耗得过北约 这些话看起来有道理 但我们在俄乌冲突开打之初就分析过 那是徒劳的 当俄罗斯将国家体系走向暂时经济的时候 和北约国家的实质差距不是那么大 北约国家并没有受到侵略 或是遭受战火的波及 其经济形态是不会走向暂时经济的 泽连斯基麻木听从那些鬼话 导致整个国家越打越衰微 越打越输 最后只是充当了 北约围堵俄罗斯的消耗品 牺牲品 二 摆在乌克兰眼睛的事实是 打不下去 就只能够和谈 终止战争 问题是 如何终止战争呢? 历史上战败的一方只能够求和 怎么求和呢? 割地赔款 签订不平的条约 不要相信美西方那一套说辞 认为现代社会不会出现割地赔款的情形 现代社会 现代文明 并没有摆脱历史的轨迹 摆在乌克兰眼前的 就只能是各地赔款 各地 大家可能比较熟悉 因为俄罗斯定然会要求 尊重战争的现实 那就是 承认俄罗斯已经占领了乌东四地的现实 让乌东四地归属于俄罗斯的统治下 成为俄罗斯的领土 至于赔款 泽连斯基之前不是要求俄罗斯赔款吗? 泽连斯基说 俄罗斯必须要无条件地退出乌东四地 并且归还克里米亚 还要赔款 基于战争的现实 泽连斯基对俄罗斯的要求 当然不会发生 一些人对于可能的赔款 不是那么清楚 认为那是上世纪之前的事 然而 历史的轨迹并没有改变 只是换一个方式 乌克兰不仅仅要各地 还要赔款 怎么赔呢? 由于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 缺乏正当性 估计俄罗斯不会要求乌克兰赔款 而会开出其他的条件 当然 俄罗斯会要求美国和欧洲国家 将其被冻结的外汇储备 归还俄罗斯 乌克兰欠了美西方国家 一片股债 美国和欧洲对乌克兰的援助 并非都是无偿的 许多部分得要事后归还 乌克兰的经济破败 怎么还呢? 美西方国家说 没关系 可以向美国和北约国家 抵押乌克兰的产业 矿业等 或是将些产业的营收 归给美西方国家 当然 也可以卖地 出卖地产 这种情形 要持续多少年 才能够还得清呢? 那得要看 美国和北约国家怎么算了 人在屋檐下 泽连斯基不得不低头 泽连斯基就是没有搞清楚 历史的教科书没有读透 这些美西方国家 是怎么过来的呢? 这些国家都是过去的殖民帝国 藏算非常清楚 不会平白无故的提供援助 无条件的证语 就算历史没有读透 最近几十年的历史 甚至只要翻一下 本世纪以来的地缘政治新闻 就可以得知 本世纪之初 美国打了两场中东战争 一是阿富汗战争 二是伊拉克战争 然后呢 那些参与战争的国家 包括一些欧洲国家 开始分食这两个国家的 经济重建大笔 分割或是开采油田 没有油田的 也有其他的资源矿物 虽然这样的方式 听起来比较文明一些 割地赔款 是数百年来 结束战争的模式 除了割地赔款 还有吗? 当然有了 乌克兰还面临一个风险 推演到现在 乌东四地肯定要丢失的 但是 可能还不只是乌东四地 乌克兰 未必能够保得住一些乌西的领土 尤其是 波兰一直 寄予着乌克兰西部的领土 历史上 波兰曾经统治过一些 现在属于乌克兰的领土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部分的领土被划分给乌克兰 成为乌克兰的版图 看看欧冲炉爆发后 除了美国外 有哪一个国家 像波兰这样 对冲突的参与 如此积极呢? 如果波兰在冲突末期 向乌西派兵 占领一些乌西的城市和领土 乌克兰能够奈何呢? 乌克兰有能力抵抗波兰大军的入侵吗? 凭着乌克兰现在的实力 当然没有能力抵抗波兰大军 那么 美国和北约国家呢? 美国和北约国家会出面协调 呼吁 呼吁波兰和乌克兰双方 以和平的方式结束纷争 如此的呼吁 大家可能熟悉 2023年2月 北京向世界提出了 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 只是那时候 美国和北约国家毫不理会 不愿意以政治的方式解决乌克兰危机 一旦波兰向乌西发兵 美国和北约国家反而可能会呼吁 以政治和谈的方式解决冲突 解决危机 因为波兰位于俄罗斯的边境 波兰加入北约后 成为北约国家 对抗俄罗斯的前沿地区 北约不会轻易地介入波兰和乌克兰的领土纷争 很可能只是做出呼吁 协调一下 然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如此 乌克兰难逃被瓜分的命运 或许 乌克兰这个国家还能够继续存在 但是得要丢失乌东 连些乌西的领土也可能不保 对此 泽连斯基应该是明白的 是以我们看到乌克兰外长 紧急飞往北京 并且为了顾虑美国的反对和怀疑 最后还变成是北京主动邀请乌克兰外长 访问中国 北京诚意十足 也给出了乌克兰面子 对于之前乌克兰的巨傲 北京也不去计较 反而愿意协助乌克兰 看看有什么办法 协调乌克兰和俄罗斯进行和谈 寻求和谈的可能性 最重要的是 以什么方式进行和谈 谈什么呢? 好让双方都能够接受 最后达成协议 要进行和谈不容易 要谈得成更不容易 这牵涉到美俄欧乌四方的利益 更牵动了中美俄欧四方的战略利益 2023年3月 在北京的斡旋下 伊朗和沙特恢复了外交关系 伊斯兰世界的什叶派和逊尼派 千年来的恩怨和情仇和矛盾 虽然没有彻底的解决 但双方能够暂时放下 将眼光往前看 当泽林斯基回想起 沙特和伊朗是如何和解的 心中应该有所感慨 也当有所感触 毕竟 寻求北京的帮忙 会是乌克兰损失最小的模式 我们拭目以待 最后做一个结论 再重申一次 历史的轨迹并没有改变 改变的可能只是方式换来一下 战争结束的模式 也没有改变 终归要面对现实 要接受现实 对泽林斯基而言 寻求乌克兰损失最小的模式 寻求自身最后的安全和财富的保障 是其当务之急 过去几十年 当一些国家领导人 面临危机的时候 多半是找美国帮忙 例如 上世纪菲律宾总统马克思 面临倒台的时候 也是找了美国 寻求庇护 最后 老马克思流亡美国 泽林斯基 当然可以继续找美国帮忙 只是 在这之前 他想要试一试 看看北京是否能够帮忙 毕竟 美国已经不再可靠 也不可信了 泽林斯基 现在应该是 寒天饮冰水 脸低在心头 今天的分析和推理就到这里 这里是 风云天下 杨风时评 杨风天下谈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大家平安 朋友们下期了 一 würde 甚至 début 相 谢谢 来